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3中场联赛第11轮 苍州雄狮在主场对上海生花的较量 马杜这个回传有点考验鲍亚雄 鲍亚雄处理的还算不错 但是又被顶回到禁区里面 有没有约位要续前 鲍亚雄出击挡住了自己上个赛季前队友的公文 也都是当年河北华雅幸福 自己的清训培养的优秀球员 这球约位了 对方禁区里传着最后一脚的时候 效率总不是特别高 这边马来来 弹道球的机会 马来来可以挑 马来来过掉了守门员 倒在了地上 徐浩阳这脚球传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力道非常的微妙 再大一点 上不亮就出来了 再看看两个人之间有没有碰撞 好像是 坠球恢复比赛了 那就应该没有犯规 没有点球了 再给埃迪 埃迪这球刚刚在减速 趴越位 队友的球传过来了 这球打在了立柱上 还有补射吗 马来来 已经停下了 降速了 我们看这一下 球确实还没有出界 传到中间 燕心力的投球 顶得线路非常巧 然后跑得还是挺快的 这个加速还是管用 投球 马来来 又打了一个门框 更接近进球 当然这个球恐怕顶近了 也是越位 最后时刻 他跑到了腰续尘的身前 但是苍州雄狮 这次怎么让腰续尘 来防马来来了 这次还是高度不够 被身接球的时候 总是要承受巨大的防守压力 这球马来来 转进了包围圈 但是他把球拿出来了 马来来向前 横传给刘若凡 没有传好 约翰超 那马度起脚远射 打的质量还可以 约翰超到处观察的时候 被对方从后面上来 把球断掉 奥斯卡奥斯卡 这球金阳阳有犯规 是进区内还是进区外 并不越位 进区外没有问题 但这个球是有可能得分的危险机会吗 吹了越位 任区球 这球打得好 球进了 1比0 距离30米的任区球打进了 哇 这球达成了 这脚球 打的角度还是非常刁耀的 紧贴着横梁的上眼 邵不良已经做出了 极限的扑救 但还是没能把球拖出门梁 燕子豪 刘洋也上来了 再来斜传 这球不错 哎呀 好球 哇 这个三人的配合 约翰超上来了 左边马来来 中路有巴索哥 马来来 交给约翰超 约翰超停下来 好球 打门 约翰超今天上场之后 状态非常出色呀 这一摆脱呢 给自己赢得了一点点的空间 但是刘洋反应得很快 也把重心很快就扭过来 挡住了约翰超的射门 全场的抢圈 这样没有时间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 中场联赛第十一轮 苍诺雄师在主场0比1 输给了上海生花